大家好,我是叶老师 这段影片是在美国加州圣河西所录制 这里许多人都是使用英文版微软Windows系统的电脑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Google浏览器Chrome里面设定中文 这样对于许多不习惯使用英文电脑的同学来说 使用起来会比较顺手,比较方便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到这个Google的首页 google.com 这是Google的首页 我们登录我们的账号 这个账号大家都要事先已经申请好的 我们登录我们的Google账号 好,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三条线这个地方 好,我们点进去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Settings这里 我们把它点进去 然后我们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Show Advanced Settings这里 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我们点进去 然后我们找到Languages Languages这里 Languages and Input Settings 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这边的语言 我们这里只有英文 这边只有英文 那我们现在要把中文加进去 我们把这个往下拉 这边有一个Add 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这里就是出现每一个国家的语言 好,我们把这个三小型点一下 然后我们就找这个中文 中文在这里 繁体中文 我们OK 我们就点进去 这样子 好,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加 简体也可以加进去 好,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再加一个简体进去 我们把简体加进去 好,这边简体中文 好,这也是加进去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它的 要把它的界面变成中文 好,因为现在是英文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换成中文 繁体 我们选这个中文繁体 我们选这个中文繁体 把它点进去 然后点这个 Display Google Chrome in this language 我们把这个浏览器设定为中文 我们把它点进去 然后 我们做完了 选这个 click这个down OK OK 我们这样子就算完成 可是呢 我们现在要 要离开这个浏览器 要重新再进入一次 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重新再进入浏览器 好,我们到Google去 我们在这边再登录一次 我们把这个右上角 好,我们点下去 大家看到没有 Gmail这边现在已经全部都是中文 这里 全部是中文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如果我们想要在Gmail 我们在Gmail里面使用中文 显示中文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要点这个Gmail Gmail大家看到这边 这边 这边有一个好像花 好像轮胎 这种样子的 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点进去 旁边有个三角形 我们把它点进去 然后我们点这个 Settings 点选Settings 在这里 好,大家看到Language 这边这一部分 Gmail Display Language 现在是英文 那我们现在把它选成中文 我们把它选成中文 中文在最下面 我们选中文繁体 那我们要增加中文的输入 我们要把它 我们可以让说 我们在Gmail里面 可以用云端中文输入法 我们就点选这个 Enable Input 然后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呢 可以选这个中文 我们可以选中文的拼音 我们把它加进去 中文输入法 我们可以用 这个繁体的汉语拼音 我们可以这样加进去 我们选OK 然后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要选这个 Enable Input Tools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加进这个 中文的输入法 到最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 选 这个 储存 这个一定要记住 要储存 我们点进去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边 上面这个地方 上页 跟这边 左边这个栏目 全部都已经变成中文了 这是我们的Gmail 变成中文 我们看看我们的云端硬碟 有没有变成中文 好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的云端硬碟 这部分 左边的栏目 还是英文 那上面这个地方 也还是英文 我们 也可以把它变成中文 跟刚刚一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点进去 然后呢 选这个Settings 好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Language 我们就把它变成中文 就是中文台湾 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 记到最后 然后这个地方 就选Save 儲存 点进去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 上面这部分 跟左边栏目项目 都已经全部变成中文 那这些 使用中文呢 对一些 同学不太熟悉英文 来说呢 使用起来 会比较方便 好了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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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